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亥甲乘庚乘丙子 这是一个女命 他是在说 他迷茫 他到底是身强还是身弱 他一直坚信他自己是身弱 因为自己更符合身弱的特征 可是越来越多人说他身强 他到底是身强还是身弱 这是学八字里面 时常有的一个情况 我的八字到底是强弱的哪一个 结果呢 说自己身强 有人说你身弱 到最后导臣自己是特殊格局 这种情况特别多 所以五行派根本就不看身强身弱 他一切就是回归五行流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五行流通 天罡为甲木生丙丁魂 地支尘土 克止水 亥水 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甲木生丙丁魂 他还会克根金 所以他是一个本命日主受克的一个八字 然而本命日主受克的一个八字 你就要先处理掉 丙火克根金的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你不处理这些 这种本命日主受克的八字 他就很容易 好的 他不容易成真 坏的 他会更加重 所以 各位 各位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财生官科日主 财运的部分就会不好 官运的部分也会很差 然而要怎么让他的这个八字能够脱困 各位 这个八字要能脱困 丙星河 而再来一个庚金 甲木生丙火 生物土 这些都可以帮助他 其他的字 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他要先建立在这几个字上 否则其他的字 都会让他好的不灵 坏的会加重的情况 那这几个字 假如以传统八字学来讲 这是硬心 这两个是比肩心 所以他的八字会比较倾向于 深入的这一块 但是虎形派根本不讲这些东西 还是只是看虎形流通 来论断你的八字会怎么走 所以各位与其深墙深入 在那边自己瞎猜 倒不如看五行流通 去找出你自己 八字所需要的元素 到底是哪个字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 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